… 農曆七月,大家所知都有一個鬼月 鬼門關大開 不僅是農曆七月十四那天 其實整個月都有很多孤魂野鬼 游蕩於人間 有人說這段時間 意外過身的人會被惡鬼前身 成為例鬼 所以這段時間發生的靈異故事 也會特別恐怖 今天會跟大家說說農曆七月的故事 至於有多驚嚇,馬上開估 大家好,歡迎收看 今集《總有一瓣喺左近》 今集我們請來一位嘉賓師傅 就是七仙宇師傅 你好… 大家好,很期待 很期待 謝謝… 已經達獲農曆七月 很多禁忌或不應該做的事 總會在這個月中說 例如不要出夜街 逛街時小心點,能踢到衣紙 你相信嗎 我小時候也有提醒 我也會跟外婆進去燒衣紙 但又沒有甚麼特別 很禁忌,不可以隨街收拾東西 自己很少要留意 眾所周知,我也是一個八婆 是的… 我甚麼禁忌都會相信 首先一定不出夜街 花了點錢回家 是 這麼乖 對,花了點錢回家 不穿紅色衣服 不穿紅色的下衣紙 然後不去游泳 然後一定要去燒街衣 然後不要黏牆走 我真的做足 我全都做足了 做多東西也沒甚麼用 你一躍掉了 為甚麼 對,不關你做那麼多事情的事 你運作不行就不行了 無論如何都不行 當然,你做那麼多事情 其實會令你很緊張 每天都很緊張,對吧 因為你的念頭 你經常想著 不然你為甚麼要不穿這些 不做這些,不做這些 你會否很緊張,對吧 會害怕 本身氣場也弱了 你越害怕你的念力 你越跟他的磁場越相應 因為其實… 一句就有關 和大家溝通時 就是靠那個念力 所以你的念力要很陽光 你是一個男人 為甚麼比女人更害怕,對吧 他也說沒所謂了 你也好像比她更害怕,對吧 師傅,你農曆七月 會否有很多儀式要做 你本身的… 對,七月的儀式 七月的儀式 即是我需要甚麼做 你不用做嗎 我需要甚麼做 為甚麼 你不覺得我是很強的嗎 從哪方面 氣場是嗎 我方面的能量已經很強 你真正強大時 你的內心力量很強 你不用做表面那麼多 不過當然,電視觀眾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害怕 看到鬼字時 我建議大家不用那麼害怕 為甚麼 有一個方法 非常簡單,很經濟的 因為大家都說外面有很多神棍 騙我的錢 又不知道誰是真、誰是假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要解決問題 鬼馬上會離開 是怎樣?很想知道 念經嗎 念經會招更多 因為有一種鬼叫法鬼 法就是法律的法 法鬼? 是吃法的鬼 鬼吃很多東西 有些吃經鬼、香鬼、氣的鬼 吃血鬼、吃屎的鬼 吃血鬼 吃… 真的吃屎鬼? 真的有 吃法 你可以想看看經文 真的有介紹 那吃法鬼就是吃… 專門吃經文的鬼 法律的法… 那怎樣?我們要學習這個經文嗎 不是 不是,他還沒說過的方法 你念經文就會容易離開 不過有幾本經,他會比較害怕 一個叫能言經,他會比較害怕 你唸那一句 他會說… 他會很害怕 這是能言經 你害怕嗎 你能不能夠一百次 我都背不到 比較難唸 不過你家裡放一本 妙化連華經 簡稱就叫法華經 對,放在那裡也會害怕 不過金剛經也會害怕 但是他害怕 你說可以嗎 放一本經這麼簡單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拿一把風扇去吹它 吹一本經書 不是,吹一隻鬼 我怎知道是鬼 你們怎麼理解的 我怎知道鬼是哪個地方 大部分時間他喜歡躲在廁所 以及喜歡躲在房間 沒有窗,沒有陽光 你長期找一把風扇在那裡吹 萬一電芯不夠你 你吹一吹一吹 不要笑,真的很嚴肅 你吹一吹一吹 突然你的電不夠電的時候 就糟糕了 他又回來了 回來了 因為他很生氣 你就糟糕了 所以你… 牛角線 即是大排檔的牛角線 如果你在家裡 你會說我沒有這種條件 我住的房間這麼小 哪有這麼大的牛角線 你買一些高層的線 廁所一把 房間沒有陽光,要一把 你弄幾把 肯定他會很害怕 因為你吹一吹就散開 那會否抽氣線 對,廁所頂部的那些 抽氣線 那些很厲害 不夠力 你要找一些更厲害的 因為有些鬼分幾類 有些鬼,你看到人形的鬼 你會吹不掉 所以你要用另一個方法 是嗎 因為鬼也會洗 大家知道嗎 雲飛拍散 對,人死會變鬼 對 鬼死會變成箭 甚麼?箭 箭? 射箭那些箭 不是,鬼死後變成箭 甚麼箭 箭就是一個… 平時我的畫符 每次都會畫到那個字 那個字很…鬼看到箭就很害怕 它變成箭就很大禍 它這個字就是二十八宿 其實就是二十八宿的字 奉親畫符,一定要畫那個字 因為鬼看到那個字很害怕 是否叫負擔 不是 又不是負擔 負擔就是要靠你的意念 也算是負擔之一 那個字就是二十八宿 你畫的時候念一個咒 你怎麼會呆起來 你要念二十八字 你要念二十八字 那個咒 然後再弄箭,這個鬼就很害怕 那鬼死了之後變成箭 箭死了之後,也會變成疑 很複雜 不複雜,變成疑 那個疑就是愛族的疑敵 那個疑 蠻疑的疑 疑死了之後,變成箭 變成箭 箭死了 箭死了之後,就是希望的箭 希望的箭 這個變過程,鬼死了變成箭 箭死了之後,鬼很害怕箭 因為箭會… 就等於你看到鬼那麼害怕的感覺 鬼看到箭,怕成一千倍 變成箭時,鬼的影已經沒有那麼固定 變成疑時,那個影就是沒有影 變成黑的時候,連聲音也沒有了 就煙灰破滅 煙灰破滅,這個魂不可以投胎 不可以變鬼,不可以變人 任何資格都沒有 這個宇宙永遠消失 所以他最害怕變成賤疑瀨 第一次聽聽 我真的第一次聽聽 不是我亂說的 有本《道德經》 《老子》 《老子》的《道德經》 裡面寫得很清楚 怎樣移、怎樣賤、怎樣瀨 都很清楚 古時有一個人叫疑瀨 專門來欺負鬼 如果你害怕,你寫一個筆名叫 賤疑瀨也行 我以後… 這個網名 用公司改改筆名字 賤疑瀨 大家好,我是賤疑瀨 如果你有這些名字 加上你很有陽氣的時候 鬼會很害怕 這不只是七月… 七月的事件 不只是七月,任何時候都對 任何時候都對 其實七月的時候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越南節,大家都很喜歡 去超渡、去聽花會 對嗎 要小心 並不是親家法會不對 親家法會都是慈悲 佈師、念經 迴向給眾修 孤人野鬼 但永遠都要看回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不懂得游泳 你媽媽和老婆掉下水 你也不夠,你也不懂游泳 對嗎 對嗎 如果你懂游泳,你就會跳下去游泳 不然大家抱著一起死 死了,好 如果你是沒能力超渡那隻鬼 你為何要撞這個雲水 對嗎 在越南節時,我參加法會時 看到每張座椅的座椅 有這麼多坐 有很多座椅 走廊也有很多 師傅已經說明了 走廊兩邊不可以走 因為走廊兩邊 是黏著牌尾的紙 已經說明了,不要走 有時候你去洗手間 也要經過走廊出去 很多…連天花板也有 當時我看見這麼多人 然後我跟隔壁的老婆說 有一個騎在你的肩膀 老婆說小朋友,不要亂說 真的,椅子底下也有很多 然後她說小朋友,不要亂說話 當時我看到有很多越南節 我參加法會時 參加完之後就生病 不只我生病,很多人生病 我就問為何你們都生病 原來那些東西要邀請你的能量 因為它也要吸引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並不是要你不慈悲 你可以慈悲,提醒自己的能力 我覺得… 很多 師傅,很多 在河南節可以提供資訊給我們 甚至有些禁忌,做得甚麼 做得甚麼 回來之後還有很多的談話 我們回來之後,第二節再見 前面有很多禁忌,是否有經歷 對方的禁忌 所以我們有幾個禁忌 因為有幾個禁忌 是否有限制的禁忌 好 因為是否有限制的禁忌 就是有限制的禁忌 他負責做研究 找哪一間最猛的地方去找 他找到一間在黑羅地亞 一個郊外比較偏僻的地方 曾經在那裡打仗 有一個傳說 進入那間屋的人 總之進入去騷擾靈的人 一定會死三個 我也跟黑羅地亞的同學說 Ilan,其實萬一我們進入去 真的死了三個,怎麼辦 他說我們人生不要害怕那麼多 我們甚麼都要嘗試,測試一下 如果不試試,怎麼知道 那段時間我失戀,打算死算了 也不想做人了,不開心 因為他說我們去探靈 預料會死的 所以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即是說失戀了,死就死了 所以沒甚麼所謂 我們找了三男三女去探靈 因為我們學過西洋魔法的人 那幾個人 因為我們去那裡 大家都學習西洋能量 西洋的課程 大家都懂得結界 懂得保護自己 驅邪也懂得 但我們說大家都不准用 我們開車去到那個地方 完全看到那個地方已經很恐怖 就像電影拍攝出來的環境 黑漆漆的,像廢墟一樣 很可怕 我們就排成一條隊 因為大家每個人都不喜歡走一條行尾 走一條行尾是最害怕的 那第一,有一個德國的女生 走到最後 我們就這樣扶著大家進去 我們就打算去三樓坐 讓那些靈出現 我們就坐在廳裡 還沒上三樓的時候 我這裡排成一隊,就走 走到差不多二樓的時候 有個女生就說 我的天 就叫了一聲 然後就立即扶著她 扶到三樓就坐下 然後點著了白色的蠟燭 就照一照 看到她的腳在流血 而且傷得很嚴重 我們就說,剛才也說要小心 為甚麼你也不小心 會刮到還是怎樣 她就說,我已經很小心了 但是我走著走著 有一股力量,很寒冷的力量 就拉著我的腳 然後我的腳就插進樓梯的… 木的那些… 那個垃圾 然後她不停地抹血 她就說,我不想玩了 我想回家了 同學就說,你怎麼搞的 這裡沒有蛋 這麼受興,我這裡也來了 準備了這麼多東西 你現在說不玩? 她說,你怎麼這麼自私 我這裡沒事,我弄傷了 你…就說繼續玩 那你不理會我的感受 我這麼痛 大家就吵架 吵架的那段時間 突然聽到一個很重的聲音 在樓下發出來 大家當時都不吵架了 馬上停了 再坐一會 就聽到樓下爬著窗的聲音 我們就問Sara 因為Sara是最後進來的 她說,你有關門嗎 她說,有 我肯定關門了 我們不知道甚麼環境 究竟是人進來還是鬼進來 不知道 萬一進來的那些是刺 那更害怕 更害怕 所以我們馬上把蠟燭吹熄 因為我擔心萬一是人 怎麼辦 吹熄了蠟燭,假裝沒有人 然後大家拿出生果刀 拿出東西 想保護自己 萬一是刺 之後Sara就說 我想去洗手間 我們就說,你忍一下可以嗎 忍多忍幾個小時 偏光… 對,先去 她說,不行,我很急 然後我們說 不如跟你一起下去 她說不用 因為她本身是德國那裡 她是做塔羅斯的 她本身懂得驅靈 她覺得我身為一個師傅 如果我害怕,要你們陪我去洗手間 不就好嗎 我們繼續睡覺吧 讓她自己去洗手間 我們繼續睡 睡了很久 Sara呢 我跟Sara說 還沒回來 我說不如我去樓下看看她怎樣 然後我們說 立即看看Sara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全部下去樓下 拿一些電筒照 照的時候 我們真的看到傳樹種的手印 真的有 那個手印已經是黑色 在牆身上 找到最入影的房間 看到Sara躺在地上 她全身粗促 腳全身粗促 她的嘴裡有血滲出來 我們問她發生甚麼事 告訴我們究竟是甚麼情況 她又無法發聲 無法發聲,我們唯有馬上送她去醫院 送她去醫院 之後就無法聯絡她 為甚麼 因為一直都是她無法發聲 我們通知她的家人接她 家人接她,送她回德國 之後我們打聽 Sara第二天就死了 一直沒有發聲 甚麼事死 昏迷 她有魔咒,一定死三個 那兩個怎樣死 怎樣死的 另外一個是駕駛了兩個多月 駕駛電單車死的 駕駛電單車是車禍死的 另外一個是下一年,因為那個男人 性情大變,很喜歡喝酒 以前不是的 很喜歡喝酒,跳舞、唱歌 吃那些泉桃園 經常去不做事 整個人都變成了 每天都喝酒 在聖誕時,他去泡酒喝了很多 之後又不知吃了甚麼藥 然後就死了 死了三個 這個魔咒就解開了 七師傅,分享了一個 挺有警勢的靈異個案 所以我同意七師傅所說 你自己氣場 如果當時氣場是不好的 就不要下街笑意 或者不要帶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氣場不夠好 在越南寺的時候 我以前遇過的東西 以前很小時候 越南寺每逢開法會 都是黃昏時開法會 開法會時會唸一句經 叫開閹口的經 因為鬼的喉嚨很小 吃不到東西 開閹口 對 鬼看到食物自動 食物變成火 他也吞不下去 他沒有這些膚布享受 連食物的膚布也沒有 原來想吃,吃不到 然後,如果你唸一段開閹口的咒 再唸一個甘露咒 打開他的喉嚨 他就暫時去吃東西 他每逢搞這些法會 都是黃昏,黃昏最多鬼禮 當時我突然很想喝水 我拿一瓶水去喝 喝完後 當晚就發燒了 發燒後,我每天咳嗽 半年也無法康復 當時不可以上學 每天都是養病 每天都是咳嗽,很辛苦 後來我問過 家人幫我調查甚麼事 原來我在那裡喝水 激怒了點鬼 為何喝水 為何喝水 因為…沒有人跟我說 你參加育蘭治的法會 絕對不可以吃東西 絕對不可以喝東西 你要忍著 法會完結後才可以吃,才可以喝 因為你吃東西、喝東西 你肯定生氣了 即食物和飲食可能是屬於他們 即使不屬於他們,他們都會生氣 他們覺得為何要吃東西 不尊重也好,他們都很生氣 一生氣就這樣報仇 剩下半年也會咳嗽 那次的經驗是很深刻的 所以大家在越南治的時候 參加越南法會的時候 真的不要亂吃東西、喝東西 談論農曆七月 鬼月,有些禁忌 我也聽不少 但大家也會留意這個案件 可能你真的不小心觸犯到他們 這件事有個朋友分享 他回家要經過一條比較暗的橫行 他也知道在這條橫行 其實一到七月,很多人會在這裡燒衣 因為有時不可以大街、大行 他也要特別小心 但那次他做完運動 拿著一瓶水 還沒喝完,就走 已經看到有人燒衣 但幸好不幸 一下子被打倒 又被石頭 然後那張水 真的倒進去燒衣 他也說… 是你死定了 對,他也說不好意思 因為有人正在燒衣 他也被人罵了 說了我正在燒衣 他真的臨色坐著 他也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的人 亦不好意思靈體 他也知道他收完 好,他也很害怕 然後走著走著 為何那麼痛 他的腳開始… 他開始覺得有東西好像… 刮他 因為他短褲的運動 為何好像有痕痕地、刮刮地 沒有理由,因為太黑了 然後回到家 回到家開始不舒服 當晚已經不舒服 已經開始發燒 再看一看他的腳 真的有三條痕 好像刮到他 然後知道有甚麼事 後來他問柴翼腳 就是當晚他得罪了靈體 其實可能很簡單 你去一個地方燒東西給他 所以要留意 原來其實走這地方晚上 也不要拿著一瓶水 剛才師傅也說過,對吧 真的不要喝水 不要吃東西 有時候在法會上 他們可能會等待這個機會 他需要更多東西 希望大家也要留意 尤其是這個月份 今天麻煩七師傅 說到農曆七月大 大家要小心點 不要觸犯靈界朋友 還有一些他自己的個人經歷 下次再上日經吧 好 靈界事件 信則有,不信則無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橘子 現在我們請問 好 這是 然後 請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